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將項目符號改為這個圖檔 這個圖檔剛剛有看到吧 這個圖片 然後大小為20pt 對其文字垂直至中 特別注意這個是垂直 不是水平的 那這一題最難的就在這裡 垂直至中 這個地方很容易錯 很多人這個地方拿不到滿分 那也是我大概將來 會看各位作業的這個重點 好那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怎麼做 首先的話項目符號 做完畢類似像這樣 做完畢之後 那我怎麼做出來的 首先原來是點點點對不對 那我做的方法 第一個請各位 把這個地方加上項目符號 那項目符號在選舉的 現在是選舉對不對 項目符號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項目符號 在段落的左上角這個位置 那請你記得不要點下去 點旁邊有個箭頭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這邊有個定義新的項目符號 定義新的項目符號 那我要從圖片裡面去找 圖片在哪裡呢 用匯錄 在哪裡呢 在我們的C疊底下 所以你特別注意呢 要找一下電腦裡面的C疊 剛剛有個ANS.CSF 對不對 WP02 這裡面就有這個圖檔 然後按一個新增 它就幫我匯錄進來 我就確定就可以 這個是外部 如果你自己做了一個 一個圖有沒有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匯進來 匯進來之後呢 特別注意喔 它有說到對齊方式要什麼呢 要垂直的 可是這個地方對齊方式是什麼呢 是水平的喔 為什麼 因為靠左 至中 靠右 這些呢 都是水平的 那如果我要垂直的話 不是在這邊設定 所以這個地方 直接按確定就好了 圖就上來了 接下來呢 後面要圖怎麼樣呢 大小 現在是12 對不對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20 那特別注意喔 你現在不能夠直接這樣改 改20的話 變成智慧放大 對不對 那我應該改什麼呢 改 項目符號 那怎麼改呢 記得點一下項目符號 這個時候呢 全部的項目符號 都會被選起來 然後選20 這樣的話呢 就會剛好20 特別注意 那再來的話呢 現在它是偏哪裡呢 偏上面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讓它怎麼樣呢 讓它可以垂直 剛好在中間的話 請你特別注意喔 請在段落裡面 中文印刷樣式裡面 文字對齊方式 請找到什麼呢 至中 這個位置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很容易找不到 那在哪裡呢 在段落的這個地方裡面的 中文印刷樣式 裡面的這個 至中 它這個對齊方式 才是垂直的 因為只有中文 才會有這個需求 按一下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最後這個圖 就會剛好在正中央了 如果你這個圖 不是在正中央 表示你做錯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在哪裡 這個地方 中文印刷樣式裡面的 至中 確定就可以了 它就會在正中央 那至於這個地方 沒有排列 暫時不用理會它 因為題目裡面 沒有要你做什麼 如果實際上 你如果這個地方 那沒排整齊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它縮小一下 大概10左右啦 那如果考試題目 它沒叫你做 那你就畫舌天主 反而錯 沒錯 反而變錯 OK 好了 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完成了 第三題